我们心要绝 念念绝 绝就是明了 明了就是不被外境所染 不会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 这叫绝 还要把外境放在心上就迷了 心外无尽 境外无心 心静一如我 心不可得 真心没有形象 没有物质形象 没有念头 没有心理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统统没有啊 不可得 真心不生不灭 在哪里 无事不在 无处不在 任何一法 不理自信 自信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力量真心 哪有一法可得 为什么 一切法是新鲜的 它的体就是自信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真心 仙一切相 慧能大师 谭经上所说的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要记住啊 所有一切现象是自信现的 自信可以现 不要被他骗了 怎么是骗 你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就被他骗了 所以六根对六成境界 是真因修行 怎么修 修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住 如如不动 见色 如实 纹身 也如实 绣香 如实 舌肠胃 也如实 乃至义 知法 都如实 轻轻素素 明明白白 那是自信的 心得 就是智慧 照住啊 智慧在观照啊 没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有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就离了 就把自信变成阿赖耶 就把自信变成阿赖耶 六道里面的众生 设法界里面的众生 无一不如实 他六根结束六成境界 用什么心 用八十五十一心俗 在六道里面 这叫凡夫 在四圣法界里面 在四圣法界里面 叫菩萨 全叫菩萨 没有明信见信 他用阿赖耶 用的真 端不休战 用的真 六道轮回里面 众生用错了 用的邪 偏 不是忠贞 是偏邪 用阿赖耶 行善 断卧修善 来生三善道受报 照着卧一 来生三卧道受报 就是五十二一 这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头 冤冤相报 好苦哦 好苦脸了 所以佛提醒我们 冤家了 一结不一结 千万不要跟人结怨 一经结的怨 过去今生结的怨 要把它解开 解开不必求对方 求自己 自己心里头 把这个怨恨放下了 不再怨他了 不再恨他了 不再报复了 而且把自己天天修集的功德 回向给他 来生 再遇到的时候 是好朋友 不是冤家对头了 化解了 知道化解 愿解 怎么肯给人结怨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不跟众生结怨 众生跟我结怨 我不跟他结怨 用真诚心 对待众生 用慈悲心 对待众生 那时时刻刻念着 要帮助他们 我们想到极乐时期 我也帮助他们到极乐时期 我们真到极乐时期去了 无论这些人在哪一道 我们都看到 他说什么我们都听到 我们在冥冥当中 保佑他 加持他 帮助他 远离我义 这叫修行 这真修 真感 所以 真修行 是在生活当中修 在工作 在厨师待人 接物之处 修行 修正所有的错误 错误的根源 就是起心动念 那是根 那叫做根本无名 不起心 不起心不动念 根本无名 拔掉了 这一条 说得很简单 不容易做到 那什么人能做到 大吃大悟 民心兼心的人 能做到 他六根在六成间接里头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住 民心兼心 做到了 换一句话是 也真正做到 他才能大吃大悟 大吃大悟 在原教 出读菩萨 在别教 出地菩萨 不同的场所 不同的称呼 境界是平等的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陀 佛 阿 你 陀 陀 陀 佛